赌狗都有相同的共性 我们性格贪婪 不计后果 赌好比于身色险地 心中知道大煞将轻 却又如履薄冰贪图刺激 而这 也导致了我们顿入相同的深渊 遥想这些年的经历 说便利痛苦不过分 每每念及此 都会想起灰色轨迹里的一句歌词 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 何其应景 赌狗的悲剧源自扎根的赌性 多数老哥 成长轨迹都在小时候 就埋下了赌性的种子 我一不例外 说说自己吧 至今浑浑噩噩三十载 出生于一个县城 在小地方的光景 笔上不足笔下有鱼 还算富足 小时候不算本分学生 混黑网吧 鸡厅 冀中老虎鸡 打鱼 森林舞会都沉迷过 当时玩得不大 每天中午放学去玩五块钱 有时候我妈在外打牌 要到二十的零钱 不是送给网吧 就是送给鸡厅 没经历大输大赢 最多的一次 也就赢了两百左右 有一个同伴 也是同班 至今我们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这里提个题外话 庆幸我的老友没有陷进去 他家里面资产更甚 大学后有段时间沉迷过 我深陷其中知道凶险 义正言辞地让他别玩 强调了很多次 最终他没沾上 现在经营着事业一帆风顺 庆幸又欣慰吧 只记得当时我们中午放学前 就会对眼神一个上挑 附带一句心领神会的暗号 去卡两手 写到此 已经漂浮出了记忆中的味道了 美好而舒缓 缓缓流转 转而想到目前我的沧桑 只能沉没 回忆的末梢已经很难再记起 至今那段日子 记忆深刻的只有两件事 一是有一次玩 类似森林舞会的转盘 滚球的 十二个号码 中了翻十一倍 有一次恶象胆边声之下 选择七号下了五十块 至今我还记得 球在七号洞盘旋半天 最后轻轻落入八号的情景 那也是第一次体验了 什么叫渴望 那种求而不得 那种落差 那种不挺假象如果重了 随后落寞的一难平 年幼的我第一次体会这种滋味 直到多年后 洗白无数次 心态逐渐麻木后 才明白这种一难平 就是导致你深渊的导火线 这个砍过不了 以后必定付出惨痛代价 就像现在的我 二是一个乡下的同级学生 我在机厅碰到 因为留宿生 开学贷了1300元生活费 包括学费 我看着他一点点打 一点点上头 被机厅老板蚕食学费 最后的那一刻 1300损失殆尽 因为一个学生第一次洗白 是天塌了的溃败 我也看到了最真实的人性 打完的一刻 他清醒了 前十秒钟 是一种精神上 还没接受前媒了 潜意识 还没缓过来的状态 一面对我们很机械的 强颜欢笑 一面失语 是那种明显无意识的 恍惚状态 如果人经历特别大的痛苦 第一反应不是痛苦 而是失语 就类似于这种状态 无意识的说了几句 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坐着呆呆地 看着我们打 过了两三分钟 才哭了起来 年轻时这两幕 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我的赌根 大致就是在这个阶段 深埋的 初中直至大学毕业 我一直都没碰赌 生活 学习 嬉笑怒骂 经历了一个正常的人生 但赌根深渣的人 最终是无法逃避的 以后的日子里 我明白了因果 因果让我知道 我必须经历这么一劫 这是宿命 也是在还小时候放纵的债 赌对我有天然的吸引力 回家偶然碰到朋友打纸牌 会发现我欲念特别强 是那种莫名其妙 想参与的冲动 那种对和赌相关盎然的乐趣 享受有可能带来的不劳而获 在赌桌上有一种极大的解渴般的满足感 这可能是我们赌狗所有人的悲哀 刚毕业工作第一年回老家 小县城过年期间最火热的就是排局 我很主动地寻找朋友们斗牛 扎金花和童年龄段的朋友们 大致打了十来场 有输有赢 最大的一场输了1300 回深圳后就发现赌性被激活了 控制不住 闲下来就怀念坐在牌桌上的感觉 开始绞尽脑汁找能够打牌的牌友 最后找到了两个同事 周末去他家 我们扎金花 最高记录连续三十个小时 也是三十小时的那次 我输了2500 当时很痛苦 有多痛苦呢 可能超出了我后期输大几十个的痛苦 其实现在想想当时的我价值观还是正常的 年收入十万 对于2500的书也会有天塌感 说明价值观还在正常人的尺度徘徊 然后在某个契机下 接触到了百家乐 现在想想有点好笑 我算是借赌吧 元老级的人 当时刚关注的时候才一万多人 星总还在 白马刚鸣声雀起 乡女还没登场 更别提后面的跟龙 吻林了 还记得当时偶然看到吻林的第一个帖 在广州路边拍的 说此生以赌为生 一个兴事淡淡 滑稽又认真的表情 觉得好笑 当时觉得真杀笔 虎口还闻一个月牙 当时只是想围观闹剧 知道百家乐一年了 见识了无数悲剧 可是啊 有的东西 你想看纵火取乐 迟早有一天会引火烧身的 某一天我鬼使神差 就找了个黑网 抱着看戏的心情 注册了一个账户 充了五十块钱 早就知道百家乐规则的我 直奔A级 很快就输了 输完我从网吧出来 当时下着雨 心想还好输了 我总算体验了一回 好笑 真的是自作聪明的好笑 慢慢的 我从二十一注 慢慢的到输赢每次几百 再到后来五百五百的冲 老哥们看到这个过程 感觉熟悉吗 和老哥们一样 我红过 红过很多次 但最多也就红了十来个 现在还记得最初赢钱那种欢愉 似乎赌赢来的钱 用起来特别香 每次赢完去大宝剑 就感觉是免费的馈赠 喜欢取现金带在身上 那种充实 仿佛在弥补年少时 七号球洞擦肩而过的一难平 却不知一张密不透风的 弥天大网悄然盖下 读狗应该都会时刻 记着每一次红的时候总盈利 大致都是享受那种 逐渐上天的欢愉 最深刻的是 第一次逐渐红到一万七千 花了两个礼拜 那两个礼拜 我买东西不看价 动不动就大宝剑 动不动就报销 然后一天输完 我也呆了 怀念那种 满是迎来的钱果身的感觉 怀念到不愿意接受现实 怀念到第二天起床 不愿意相信 需要缓 我又想起了 机厅那个 输了一千三百元学费的少年 他大概也是如此痛苦吧 后来我红过三万 五万 七万 无数次 惨败的经历 让我越来越惊心 我无数次告诫自己守住 就如前文所说 明知险地 明知大厦将清 还是战战兢兢贪图 无一例外 最终都是以某一次上头 所有的筹码都以流水的速度消逝 最后都是大几千一手连黑见底 严重的追杀感营绕 也拦不住你绝望的下注 现在想想这段经历还好 还不算疯狂 四五年的时间 每年会阶段性地玩三五次 要不就是上来输了大几千 很长时间不玩 要不就是一次红 经历轮回 然后洗白 这一阶段的痛苦 没有太伤 但是很重 可能就来自于 每次洗白的内心煎熬 逐渐突破底线 撕裂人性 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过年回家 等高铁的时候 当时红了接近十个 这个阶段 我已经突破了很多价值观 百家乐起冲五千 守住必然三千 电子 呱呱卡 CP都完 所有钱都存在一张 没有网银的卡上 身上四千现金 账户里还有两千 这大概就是读狗 自以为是的周全防备吧 还有一个小时发车 在后车室 两千输了 一南平 冲出去找了个ATM现场 四千存进去 充值 梭哈 没给 把没网银的卡ATM取出来一万 再存进有网银的卡 冲进去 五分钟到账 梭哈 就这样 一万一把连黑六手 看着六次很厚实的钱 送进ATM再清零 信心逐渐下沉 转到第七次的时候 没钱了 输了接近七个 当时的心情悲痛尽 还没上涌 就想着冲 我不知道追杀吗 知道 心里不愿意承认而已 或者说 我不愿意接受 甚至当场想着不回家了 没钱绝望感 和打回来的冲动 徘徊傍身 但我妈来个电话 问我上车没 想了想 还是拖着行尸走肉 赶上了还有15分钟发车的高铁 路上难耐 忍了又忍 第一次申请了威力带 我有两万一千的额度 这个威力带 往后我借还了无数次 但只有第一次申请 还有的电话确认 以后再没有了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 我宁愿不确认 两万一千借出来 二话不说 全部冲进去 在高铁的急速前行中 我的心似乎冷静了些 知道在追杀 换了个打法没有缩哈 两千一柱多台买盒 也不看结果 开局就买 就这样 不知不觉 就到了九万多余额 最多二十分钟 刚好回本 赢了钱美滋滋 飘了起来 还有一个战道家 经过韶关的时候 突来兴致 没回家下车了 和家人说 找个朋友聚一聚 一个人找了个五星级酒店 带汉征的享受一晚 结果晚上 又经历一次几乎见底 最后打到十个 收手 这一段日子 几乎是暴走状态 完全是提现 木偶般无法控制 什么时候杀 全看狗庄 我只负责冲 第三天到家了 找了个小姐 想着把小姐钱报销 结果经历了 最大的一次噩梦 她放水的时候 我想着速战速决 两千进去 死 抓紧时间 四千进去 死 一万进去 死 瞬间头大了 水放好了让我过去 无心的我两分钟洗完 她收拾的时候 急忙充值 又是一手两万 死 几乎快疯了 完全没有心思的 一分钟完事 让她走 她走之前还说 钱还是要收的 现在还记得当时那种绝望 最后我就在房间里 和狗庄天人决战 冲了无数次 直到限额 手机里短信 就多了六十多条 最后只能五百地冲 冲十手集中子弹 一把扔 最多也只是过到第二关 不知不觉 跪在浴室下注 下多少死多少 绝望地意识到 没机会翻盘 心如死灰的机械充值 下注 最终洗白了身上所有 还有威力带两万一千 总共十多个吧 忘记了怎么回去的 浑浑噩噩 后来我开始负债 慢慢地信用卡 小贷来回套 负债逐渐增加 心态麻木 经历着无数老哥的经历 我人生曾经得到过一个救赎 前女友 我不愿意承认我放不下她 但似乎确实是 遇到她之后 我戒了三年 这三年我和她朝夕相处 慢慢生活 她知道我的债务 想结婚但是不敢 赌狗都有个强大的心理 债多不压身 我的开支承担了两个人的大部分 工作收入没增加 虽然没赌 但债务这三年不减反增 最终到了六十万的时候 女朋友受不了 分手 我不怪她 虽然某种程度上 她是我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这根稻草断了 分手后有多痛 刚分手的一个月 我是麻木的 还没缓过来 前面提到过 失语状态 这个月 我连续进出欢场 也第一次去了澳门 分手的这个月 我连续去了两次 这次直接点燃了我身上的野火 直接崩裂了我的意志 直接让我硬着路线时 有时候情场失忆 赌场得意 分手后 我先是在网上红了五个 第一次去澳门 红了2.7个 第二次和一个玩得很大的老哥一起 过程不表 最后记得那天在威尼斯人 特别顺 我都没缓过来的时候 我手里抓着五个西瓜片 四个一万的筹码 五十四万 当时很恍惚 我尝试告诉我自己上岸了 但却没有该有的兴奋 也难为我了 一个月时间经历了前女友的抛弃 无助 经历了欢场榴莲 这一连串经历让我麻木 麻木自然也不知道恐惧 没想着要打到多少才够 只记得赢钱能填补我干枯的心 最后某个节点顺流 她就下了 就像妈格是做成里面的断总 我在威尼斯人的第二天早上十点 扔掉了最后一个筹码 无处可去 出门打算走走 阳光刺眼 我是人是鬼 我行尸走肉 我心乱如麻 我熬着坐上了回深圳蛇口的轮渡 逐渐清醒之后 才知道痛 才知道我原来已经上岸了 现在成了倒数大几个 现在还是大几十万负债 才开始由诗语转变为剧痛 瑟瑟发抖 无处安放 那段日子我不知道怎么过来了 我的痛苦不仅仅因为失去 更因为自己的惨 我每天晚上靠喝敬酒 晕呼呼才能一两点入睡 维持了半年 我找了一份非常忙的工作 每晚到晚上十一点 不让自己有机会痛苦 但还是时常恍惚 时间是良药 这一段苦难的记忆 也在慢慢淡化 失去了它 我变得更成熟 更小心翼翼 当然 心也死了一半 赌 我的执念没了 义难平的义 我也不再执着 我开始懂得某些道理 赌这个东西 古今千年 没人能在这上面全身而退 都是与魔鬼做交易 只有认清了 福气了 才能戒掉心意 即使赢了 这钱也不属于你 无论红多少 都是暂时欢愉往后 要巨大代价来弥补 这就是因果 我也开始放下澳门那五十四万 甚至庆幸当时没带走 不然 可能我头都会陷进泥沼里 我现在过得好吗 可能有的老哥会关心 我也和大家说一下 得过且过 负债还在 但少了一些 对待生活 我悲观 但是积极 这或许就是经历了沧桑 但是依然信心的成熟吧 对于赌 说实话没有完全戒 但是平和了许多 没有那种疯狂的念了 最近一次玩是两个月前 红了三点五个 输到红两个的时候收手了 至今未碰 最后 宋如履薄冰 但是仍然侥幸贪荤的老哥们 一段话共勉 三题里面说过 如果把地球文明 缩短成二十四小时 人类在最后五分钟才出现 这五分钟 就发展出绚烂的文明 就好像一个人在海边 是贝壳 他寻找了很久 直到发现了贝壳 也就是诞生了人类 文明发展的过程 仅仅是他弯腰剪的一瞬间 这话放到独立道理一样 纵观整个人生 只有不动笃念 才可以平缓前行 一旦动了 不管经历多少过程 最终都是死亡 动笃念 就是发现贝壳 离你死亡 就是弯腰捡起贝壳而已 所以想好好活着 只有不发现贝壳 只有不动笃念 要知道 笃是个完全崩离 人生轨迹的奢侈品 不管谁 动了 都是绑着自己 能调动的身家 绑着自己的未来 绑着自己的人头 再下注 下注人生 老哥们 共勉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 视频下方超级感谢 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